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高阁莫森人高马大 看起来很难接触 但从他后来对待阿祖法的态度看 还算是个讲理的人 阿祖法能否重新修建房屋 大高阁应该不是主要的障碍 最大的阻力可能会来自老爷爷和他的二儿子 毕竟老爷爷的二儿子还在小黑屋里 阿祖法又不愿出去谅解书 如果阿祖法想再盖房子 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的阻拦 阿祖法为了买地也花了不少钱 要是不能再盖房子 那阿祖法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昨天晚上 阿祖法和凯撒在小屋旁边睡了一夜 他想在这里等大高阁莫森 但他又不确定莫森会不会出现 今天早上 阿祖法起床收拾完东西后 拿着铁锤准备把砖头砸碎 就在这时候 远处走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真是令阿祖法喜出望外 没想到大高阁莫森真的来到了小屋 阿祖法赶紧抱着凯撒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莫森看到倒塌的房屋也很惊讶 阿祖法说 我的房子前几天被推倒了 我想在这个地方再重新盖房子 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再买别的土地了 莫森对阿祖法的遭遇也很同情 看到母女俩确实无家可归了 于是对阿祖法说 这里是不能再盖房子了 盖了说不定以后还会被拆除 阿祖法回答说 那我买了这块土地就没有用了 我白花了那么多钱 莫森也明白阿祖法的意思 他对阿祖法说 我还有一块闲着的土地 那块地离城离比较近 不是在山上 在那盖房子是符合规定的 我可以把那块土地给你 你也不需要再支付土地出让金 你就安心在那盖房子居住吧 阿祖法听了大高歌的话 心里激动不已 对莫森表示深深的感谢 想不到莫森人还不错 不仅没有趁火打劫 还主动帮助阿祖法母女 在山上盖房属于违建 在山下盖房子应该就是合法合规的 阿祖法也相信莫森的话 所以决定听从莫森的建议 到山下盖房子 大高歌帮阿祖法把所有的家当都搬上卡车 阿祖法也算是因祸得福 但愿他能再一次建造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屋 不得不说莫森今天的举动确实让人另眼相看 完全没有往日的趾高气扬 蛮横无礼 在装好了所有能带走的物品 阿祖法坐上莫森的车子 准备离开这里了 阿祖法虽说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可没有稳定的住处 将来建造起来小屋 很可能还会被再次推倒 阿祖法现在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可阿祖法还不知道 他日夜思念的丈夫 下午就会来到这里 但是那个时候康特来到 阿祖法已经走了 而且这一走 康特和阿祖法这对苦命鸳鸯又不知道何事 才能重逢了 拍摄者本来想让阿祖法临走之前 告诉老者一声 可阿祖法说 为了不再麻烦老者 暂时就不说了 等把房子建造起来之后 到时候再邀请老者来家里做客 这真的是太巧合了 阿祖法上午走的 康特下午才过来 如果上午康特没有遇到小孩一家人 直接来阿祖法居住的地方 那说不定两人正好照个正面 随着车子越走越远 这也就意味着 康特和阿祖法谋女相聚的时间将会遥遥无期了 莫森的那块地铁靠近市区 距离康特村庄有个几十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想要找一个人 简直堪底登天 除非是上天不想让他们分开 不然 康特这辈子恐怕都很难再和妻子见面 阿祖法想着等腹中的孩子出生之前找到丈夫的这个愿望 自然也不可能再实现了 经过接近一个小时的行事 莫森拉着阿祖法谋女 终于抵达目的地 莫森说 这块地皮都是我的 但是我不能给你太多 却足以让你在这里建造一间大的房子 让你和女儿还有未出生的孩子住得开 阿祖法则激动地说 这块地皮就已经很大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莫森说 不用客气 我还有事情 咱们先把东西办下来 等会你就自己慢慢收拾吧 在把所有东西卸下来之后 莫森开着车子就走了 而阿祖法看着这块土地 不自觉地露出了喜悦之情 这下好了 她和女儿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建造好的小屋被推倒了 不过 由于刚来 今天没有办法再建造小屋了 阿祖法只能先暂时收拾一下 等明天再说 看着这对母女现在的生活 拍摄者真的是非常心酸 阿祖法真的是太苦了 好在阿祖法是一位不服输的女子 尽管不断遭受挫折 但她每一次都能坚强地挺过去 这一次相信阿祖法同样还能挺过去 只是可怜的凯撒 好不容易刚习惯一个地方 结果还没有住多久 再一次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而且这里除了妈妈 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不知道以后在这里 凯撒还能否结识新的伙伴 在阿祖法刚才收拾物品的时候 拍摄者去给母女两人买了一些吃的 同时也买了一瓶汽油 做饭的时候可以生活比较方便 而且今天晚上 在露天的地方睡觉 没有火晚上会很凉 直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 阿祖法再简单收拾一下 准备做顿热腾腾的饭菜 由于接下来还要建造小屋 这会花不少的钱 现在能省则省 阿祖法今天准备做一道西红柿炖洋葱 搭配着无色无味的大白饼 凯撒则独自一个人在旁边玩耍 其实看到阿祖法母女现在的生活 真的渴望康特能早日找到她们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 康特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 究竟能否找到阿祖法母女吗